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 它是从31题到44题这个部分的 那么4题呢 其实题比较少 但是最后有一个很长的作文需要我们去写 那么因为是手写 所以错的地方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这个31题 31题到34题呢 在这个平看里面填上一个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卡和哪的对话 那么这个题是一个什么题呢 是一个情景对话题 那么也许这些话呢都没有错 但是呢 提进去里面最适当的 最符合这个对话意境的一句话 才能够填进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卡怎么说 那么事情呢 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那么我觉得很闷 那么我要出去 去兜风一下 我要出去兜风才可以 那么那怎么说 那么请你去吧 那么什么样的 不是说你想做好呢 就可以做好 事情也不会变得好 那么我们看哪一个可以提进去呢 第一个 就算是这个 就算是勉强做的话呢 如果不做完的话 第二个呢 休慢跟虚故 休息已经休息好了 那里要留下了 那么 其实已经休息好 但是我要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第三个呢 休息的时候休息了 因为呢 事情还没有结束 第四个呢 那么我想勉强的结束 就算是你想 把事情牢牢抓住 这个勉强的把事情结束了 但是呢 事情也不会变得 也不会做好 这个意思 所以应该选择这个第四个 那么高级题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呢 是比较难的话 但是大家要一句的分析的话呢 也不难找出答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2题 卡怎么说 那么开业的形式中呢 开业的活动中呢 那么客人来了很多 那么客人来了很多 那么纪念品的费用呢 一定会用了很多吧 那么 感谢您的费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